马斯克主义0017说的真的比畅的要好听 马斯克说创业的本质是什么 不做家务 否则 坏事就会发生 要知道 做饭比洗碗好玩 但你首先需要学会洗碗 我的解读是 一 马斯克再一次揭露了创业的本质 一个人 如果不会做饭 却只会洗碗 就相当于不会做产品 二 但是 假如你只会做饭 而不去洗碗的话 那么 你虽然解决了产品的生产问题 但依然没有解决产品的服务问题 三 一个人在家做家务的能力 就是这个人在外做产品的能力 一个人在家洗碗的态度 就是他在外面做服务的态度 四 无论是做家务 还是做产品 无论是洗碗 还是做服务 都不能随波逐流 不能放松 五 马斯克能够深入浅出 将做饭与洗碗的关系 引入到做产品上 将做饭比做产品 对照起来 的确是有点深入浅出 锻炼实际操作能力 而非单纯的空想家 又是费地区 也就是最中心意阻力